男子團體決賽由中國和南斯拉夫兩隊進行 第一盤陸元勝對斯蒂潘契奇奇 陸元勝面對搶手毫不畏懼敢打敢拼 在10比15落後的情況下陸元勝沉著應戰 把比分一直打到26平 第三盤 許少發對舒爾貝克 許少發負於舒爾貝克 第四盤李鎮士對斯蒂潘契奇奇 李鎮士打得積極主動 以快速主動進攻壓住對方反手 李鎮士以2比0勝斯蒂潘契奇奇 第五盤陸元勝對舒爾貝克 陸元勝以2比0勝舒爾貝克 第七盤李鎮士對舒爾貝克 第七盤李鎮士對舒爾貝克 作為福留貝克 第七盤李鎮士對舒爾貝克 罩 BY 在总比分4比3 中国队领先时 许少发同斯蒂潘契奇奇对阵 许少发主动进攻 先胜一局 第二局 许少发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急起直追 许少发最后以2比0获胜 为中国队赢得了最后一分 中国男队获得世界团体冠军 观众和各国运动员 热烈祝贺中国男女乒乓球队 继1965年 又一次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同时获得世界冠军的双胜利 我们回到最后一会儿 ãy subscribeie 感谢观看